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今天的News ABC 我是来自文造外语大学外语教学系的佳蓁 我是传播艺术系的玉峰 我是丽萱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些国家会有禁止女性出席一些场合吧 那伊朗终于已经断开40年的禁令 让女生球迷可以进去足球场咯 这项禁令的原因乃是伊朗的神职人员 因为担心女性会受到男性气质的影响 所以禁止女性前往这个体育赛事场地 但无法律名文规定 直到一名伊朗女球迷因为扮男性进入球场遭到判刑之后 份额呢在法院前自焚身亡 这才引发了伊朗和全球的关注 终于呢让这项禁令走入了历史 而民众受访表示希望和男性一样自由的行动 与其他国家一样不受任何限制的并排作者 那我们就借由这篇新闻来学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体育馆或者是健身房 那我们现在就用体育馆跟健身房来造一个例句吧 这句话的中文是 我的朋友跟我一个礼拜去健身房两次 My friend and I go to the gym twice a week 下一个单字 禁令禁止 Pro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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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就用禁令来造一个例句吧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A prohibition of smoking in the public 这句话的中文是 政府发布了一个禁令 人们在公共场所是禁止吸烟的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A prohibition of smoking in the public 最后一个单字 宣布 宣告 Ann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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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就用宣布来造一个例句吧 They announced the winner of the competition is Team Lakers 这句话的中文是 他们宣布这场比赛的优胜者是 胡人队 They announced the winner of the competition is Team Lakers 那以上的英文单字你们都学会了吗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藻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藻网络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MING PAO TORONTO CES CES